大家好 我是Jay 今天我們踢走了Lillian和Hebe 這場場由我決定 韓國人經常把很長的句子 剃到只有兩三個字 方便跟朋友發訊息 以下這幾個最新韓國的潮語 你又認得多少個呢 angry mom 其實就是英文angry mom 一開始就是因為12月號沉船事件 而痛失了自己子女 繼而向政府伸冤的媽媽 後來演變成形容一些不向惡勢力低頭 永遠都會為社會站出來的女性 2015年NBC也開拍了一部angry mom的狂劇 由今起善主演 就是說一個媽媽看到她自己的女兒學校被欺凌 她就決定穿到校服 重返校園 批評韓國的教育制度 女性男 即是女性男 其實如果直譯的話 代表一個老好性感的男 但意思就是因為頭腦很聰明 而顯得很有魅力的男性 如果是外國的例子的話 女性男就有飾演福爾摩斯的Benedict Cumberbatch 而韓國的代表呢 就有防彈少年團的Red Monster 和Super Junior的Qwana 那你們心目中又有哪一個女性男呢? Runningman的粉絲應該對這個詞 就是經常用來形容光珠 容易陷入愛情的人 用陷愛 那在韓文中你可以怎樣運用到 KUNSABBA這個字呢? 就譬如說 我們BONUS學多幾個 首先呢就是 麥座和麥中 麥座和麥中 就是 麥座和麥中 好味的晚餐和好味的午餐 那這兩個字呢 通常都會在Instagram的Hashtag上出現的 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中 跟朋友去用這兩個字的話 你就可以說 就即是說 你今晚餐飯值得開心一點 又或者 就即是說 今天我們吃一些好吃的午餐好嗎? 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 GODUL NAM GOSHI GOSHI FUN GORAUN NAM 其實簡單來說 就即是說 一個剛剛回復單身 而且還很有魅力 令到你很想勾引她的男人 例如 BREADPIT BREADPIT剛剛離婚 但她還是很棒 很棒 我會很棒 我會很棒 有什麼很寬儀嗎 這麼寬儀 對呀 BREADPIT 對呀 這樣也好 好 如果你想說女生的話 就會是 TU SING YO TU DA WON SINGU LIA 就是最近回復單身 但還是很有魅力的女人 多謝大家今天看KSDTV的影片 如果你們想繼續見到我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按訂閱啦 如果你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我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啦 Bye Bye